欢迎继续收看新闻深呼吸 您知道台湾有些地方是没有自来水的 像是新北市三支的电子里 这是位于阳明山上的小村落 全村超过250户 他们水龙头出来的水不是自来水 而是取之不易的大屯山山泉水 里面不管是煮饭泡茶的眉生用水 全都来自他们自己所搭建跟维护的 简易水管线 整条水线绵延了三公里 是当地居民沿着陡峭荒芜的山壁 自己打造出来的 这是新北市唯一全里都不使用自来水的地方 不想用一方面是因为驾自来水管费用高昂 再者喝来自国家公园大屯山的泉水 他们认为是更有滋味的 为了维护这个难得的水源 里面还组成寻水队 阿公阿嬷各个伸手矫健 带您走一趟 这个水龙头出来的不是一般自来水 而是来自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山泉水 大屯山区的垫子里 250户居民 泡茶 洗菜 都是用这会回甘的好滋味 我们的水是真的跟外面的水 是不一样的 是比较普通的 山泉水当日常水用 貌似是一大享受 其实滴滴皆辛苦 大屯山林间 绿叶层层堆叠 高山空气清新 枯叶铺满小径 配着五色鸟的歌声入耳 漫步森林令人心旷神疑 但这一纵列上山的垫子里居民 不是来踏寻秘境的登山客 而是肩负重任的巡水队队员 今天要上山要修理水供 今天整个水丸都要带到山顶里 稍微运动运动这个 水供叶层可以修理这样 队员们沿路巡视 地上有水滩或听到水声 就停下脚步 检视附近是不是有水管破漏 这边已经漏水了 先去这顶里下来再修理 总长约三公里的水线 绕着山壁一路向上 没有人造遮蔽物保护大自然的威胁 那个大树在上面嘛 它压下来 这个水管都全部都坏掉了 所以巡水队得定期上山 边巡检还要边清理山路 好 可以了 尤其一到下雨天 更是严正以待 那台风啦 台风比较 比较不安全的 那个石头掉下来都坏掉了 这地方最怕了吧 这地方最怕 水管随着小路蜿蜒 深入山林 潺潺溪水声越来越清楚 没有山壁支撑的路段 居民在树干间拉绳索 把管线架高 随地势向上 还要过去 还要到上面去 快到了 快到了 越接近水源 山路支流 越密集交错 路面也越来越湿滑 要压地重心 踏稳石头间的缝隙 低身穿过水管下方 手脚并用继续前进 终于 你能拿到那里了 队员们指着那一道 坠落断层的瀑布 水的源头 就在那三层楼高的沿壁上 我们垫子里是全新北市 唯一一个里完全不用自来水 就是拖里长的符 上山取水 取山泉水给我们居民使用 那现在呢 里长要带我们 爬这个岩壁上去 到大屯山的水源去 拉紧喔 拉紧喔 那那个打铁柱 还快滑掉喔 山壁面湿滑又陡峭 但这群阿公阿嬷级的义工 抓起义旁的绳索攀岩 手脚干净利落 完全没有再怕 经过四十分钟的跋山涉水 终于抵达水源 大伙有的拿起扫帚 甚至徒手就开始清理蓝水滤网 要砸这个树叶啦 它比较干净啦 不然夹乌乌没有挡下来 那边进去都跑到下面去出了 然后都会夹到水管里这样 对 水管就塞掉了 所以这样比较干净 垫子里的水源 位于大屯溪南侧之流 一处河床梯台上 海拔约八百公尺 高山溪水清澈见底 水里还看得到西沙活蹦乱跳 这里上天我都没有污染了 没有人住嘛 找到这边我们已经用了二十几年 我就觉得蛮不错的 二十年前垫子里的日常用水 仰外的是下游农田的渠道水 不仅造成村民和农民为了用水炒不停 这样也不是办法 人没有水喝 你怎么去耕田啊 村民也担心 灌个水拿来喝够不够干净 以前那个老里长说 我们来出这个水比较干净 叫那个里长拨钱下来 才弄这个水管 接这个水管下去 那年老里长卢正中 拿到政府经费后 号召村民 从菜工坑出发 探勘水源 再从山下搬泥座管材一步步上山 建造这套 店子里简易自来水系统 每趟维护都需要长途跋涉 但居民还是不想接自来水 那习惯了 要用那个自来水 人家不要 不要吃 太贵了啦 太贵吗 那一户要吃几万 这个一年一千块一户 寻水对义工用这笔材料经费 近年 陆陆续续 把塑胶水管开放成更坚固的管材 确保居民的用水无余 所以用水还够吗 集这个水 这个还够 那个七八的可能会早一点 早一点我在下面 分集供水 水线沿用到今天 现在如果家里没水 打通电话给里长 集班队员就上山 说水管轻淤泥 集班队员还要三次 比较硬气 山下村民们的用水命脉 和回甘三尘水的习惯 由这一群退而不休的营法义工 继续守护 最后的接下来 有什么水平 会有什么水平